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跟大家安利一个超级超级超级简单 而且非常好吃的食谱 就是麦鱼蛋饭 这个麦鱼饭呢 你可以选择买是麦鱼 然后搭配胡椒酱汁自己做 当然啦 如果你懒得自己做的话 也可以像我一样偷懒 直接在网上面或者超市里买这种 已经处理好了的麦鱼 这个是我在中国的 超市买的熟麦鱼 它其实是可以放到微波乳里面加热 然后直接吃的 但是我每次都觉得 就是直接吃的话 少了那么一点风味 所以我会选择对它进行一个二次加工 而且还有一点 其实说实话 这个麦鱼也不算是那种特别便宜的食材 所以我总觉得 如果一顿就吃完的话 好像有点奢侈的样子 但是如果再打上两个蛋 我就可以吃上两顿了 是不是很机智啊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就一块来做这个麦鱼饭吧 今天我们需要用到菩萨麦鱼一包 白芝麻 洋葱 这里最好选用这种白色的洋葱 它跟紫洋葱比起来的话 味道没有那么重 也更甜一些 我们还需要两个鸡蛋 以及一些葱花 单从原料上看 大家就知道这次的麦鱼饭有多简单啦 首先我们打算两个鸡蛋 加一点盐 还有一些白胡椒 去去蛋腥味 接着我们趁麦鱼还没解冻的时候把它切块 这样就不会把里面的酱汁搞得到处都是了 不过还没有解冻的麦鱼有一点硬 大家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一点哦 平底锅加油预热好之后 先来煸炒洋葱 等到洋葱发软之后 加入两勺酱油和一勺味淋 没有味淋的小伙伴可以用米酒加少许糖来代替 哦对了不要忘了再加一点水 避免底下的洋葱烧糊了 现在我们把切好的麦鱼摆到洋葱上 小心不要烫到手哦 接着我们把麦鱼的位置稍微调整调整 然后就可以把刚刚准备好的蛋液均匀的淋在麦鱼上啦 为了让它快点熟 我们要把盖子盖上 中火焖个两到三分钟 OK时间到 新的蛋液已经基本上凝固啦 接着撒上葱花还有白芝麻 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是不是真的超级简单呢 每次吃这个麦鱼蛋饭都感觉好满足呀 我要开始享用我的午餐啦 喜欢这个视频的小伙伴 不要忘记动动小手点个关注 顺便在一界三连哦 我们下期再见 Bye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